韩国科学家就把这个设想变成了现实 发明出不用洗衣粉的洗衣球 现在这种洗衣球已经进入中国市场 这里是中国香港一家洗衣店 传统清洗衣物的方法是利用洗衣粉等清洗剂 至少需要五道程序才能够将衣物调洗干净 不仅废水废电洗衣粉等残留物 有的时候还会让肤质敏感的人患上皮肤病 现在洗衣店使用了一种韩国进口的洗衣球 不用洗衣粉就能够将衣物洗得非常干净 而且漂洗起来也非常轻松 节约了洗衣店不少成本 这种洗衣球是由韩国科学家发明的 今年香港一家公司将它引进了中国市场 并且首先在香港销售 洗衣球由陶瓷制作 里面装有高科技粒子 能够释放负粒子和强力远红外线 最主要的原理就是涂瓷書里面可以释放一个远红外线 远红外线可以将水分子团有些bending拆小了 本来水分子团可能达到20个一组的话 在能量拆断了bending的情况之下可能只剩5个6个一组 可以假设一个本来水分子这么大的体积 突然之间只剩3分之1的话 它那个可以渗透阴密的能力就已经增加了很多倍 那就可以令到平时我们入不到阴密的纤维都可以入到了 洗衣球释放的负粒子则可以降低水分子的表面张力 和纤维中污垢的界面张力 在漂白杀菌等方面十分有效 除了具备基本的清洗衣物的功能 洗衣球还能够有效地对抗完购 它能够将水的PH值变成碱性 有助于去除衣物上的油渍 还可以去除水中的氯化合物 使衣物手感柔顺 此外洗衣球还能够去除水和洗衣机内部的细菌 将洗涤效果再次升级 这样一个洗衣球售价在59美元左右 折合人民币是400块钱左右 虽然说价格不便宜 但是每个洗衣球可以水用1000次 因此这笔投资还是很划算